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周星驰在工厂里讲呀讲就成了唐伯虎 周迅在厂门口走啊走就成了林徽因 王宝强在厂门口蹲啊蹲就成了傻哥 这个小姑娘画着画着画着就成了西施 大家好 我是王瑞 我也是一名演员 精神一点 丁是演员 也是演员 每一个坚持淡定的现在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曾经 如每一个优秀作品的背后 都有一群很苦很专业的群演 本期侦察大明星 我们就将带您走进他们的幕后生活 群演印象之恩机连连 本台消息 有一种崩溃叫密码输入有误 有一种惊慌叫账号异地登陆 有一种感情叫隐身对即可见 而在片场有一种失落在叫恩机连连不断 全本地下殖民 清朝出动 遭灭 什么什么 清朝出动 好 你别开始 回台湾 虽然退屏 可吴军尚未损分好 如果这 你努力点也寻的 努力吧 群演印象之意外中暑 人生中总是充满意外 正如失恋三十三天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失恋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天之后 大姨妈还没有来 其实发生这种事情啊 大家都不想的 就像演戏这事儿 也是不能强求的 做演员呢 最要紧的就是身体好 因为昨天好像开工到早晨六点钟 非常辛苦 所以就给他肯定 给他支持 这是第一次 我四个月就开机四个多月了 我一次都没有 一次架都没清 吃了一块糖 不是药 我低血糖 只要吃一块糖 一般很快就好了 云演印象之 剧组火石 生活中不会做饭的文艺女青年 只能去当第三者 而在剧组不吃喝饭的群众演员 只能去喝西北风 因为你吃或不吃 喝饭就在那里 不好不坏 最主的饭菜怎么样 挺好的 好吃吗 嗯 你平时在家里吃的饭 应该比这还要好吃吧 这种学校的饭 没那么好 还不如学校食堂 学校食堂的饭没 不如这个 我妈 吃了四个满蛋 哪里 我觉得咱俩还没吃完 你觉得吃到现在 你也带过其他剧组吗 每个剧组的饭最好吃啊 一般就是像那种 赶台投资大一点的那种剧组 还好 反正它就让你吃多 但是有的剧组不一样 有的剧组吃不饱 有的剧组吃不饱的话 吃不饱的话你怎么办呢 群演印象之另类马哥 大家好 我是头腰嘉宾 不是群众演员 更不是草女猫 场里的这个马哥 刚才不会说炸车不弄了 明显这个过去叫什么 什么冷烫啊 吃到一块多钱吧 五十块钱 炒的是标准你吃三十斤 三十斤 至少他一顿饭三十块了 好多吧 小样不如我伙食好 中尉看官 习师觅食 一份旷世恋情 一段乱世佳人时 马明显的戏 可看之数 五颗星 群演印象之 敬业模范 肯抛弃肯放弃 是娱乐圈的爱情王道 然而作为演员的他们 不抛弃不放弃 则是他们心中永恒的信念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专业 无论如何 我们只是想用 这样调侃的大制度 去回敬 习师觅食的 所有工作人员的 大无畏与大奉献 请你们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